食品安全專家也是現任立委吳坤玉 跟台下眾人分享研究心得 这是台湾中社及台湾社等多个本土社团 在中新大学所举办新台湾新政治新未来研讨会 期盼藉由学者专家的建议 提供即将执政的蔡英文团队 制定新政策的思考方向 民间团体的建议我想可以给政府一些参考 那蔡英文总统可能就在下个月就即将就任 那在这个就任之前呢 我想他应该可以听到台湾社会各种不同的声音 那针对之前就政府所留下来的问题 那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跟看法 也有解决不同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不只关注食安问题 中部地区的空屋也是一个长期的环境课题 随着台中市的经济发展与成长 空屋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国内学者也提出建议 同时针对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主办单位也请来日本专家 以日本的例子规划长期照护蓝图 明天社会可以呢 好好的来处理 我想这个可能在未来几年 这个老人的问题 可能会造成社会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 日本这个非常有经验的 一个老化集团的会长 那他来 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日本在应付老人化的社会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 准总统蔡英文所领导的新政府 即将在520上任 不管是在食品安全或是长期照护 除了民众关注 也是台湾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土社团透过分享讲座 期盼激发新思维 带领台湾向上提升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